先讲考试比较容易出现的好了 来这三个片语国中都一定会教 第一个叫做不止点点点而且 你想到的应该是 Not only 假设连接A跟B好了 我就把它用A跟B做代号 Not only But also 好再过来下一个 两者则一 要码是A要码是B 二则一 请问那个连接词片语叫做 Either A Or B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最后一个你应该知道啦 就是两者皆非的 那就是Neither A Nor B 这三个用法一样 后面的动词要由B来决定 你就完全不管A写什么了 A是一个还是多个 是单数还是负数完全不管 由B来当句子的主词 所以呢 今天B如果是单数 你的动词就要接单数动词 B如果是负数 你的动词就要接负数动词 好 我相信后面这两个 Either 点点点 or 跟Neither 点点点 nor 你看 因为他们就长得很像啊 只是二则一或两则皆非 所以这两个用法一样 应该很能接受啦 那你就多几个 Not only but also 跟他们用法都一样 好 所以这一题的话 你看到了 又就直接用这一个句子当例子了 我就不另外举例 你就不用管那个Richard 这个句子动词跟Richard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句子的主词是I 就不要管前面是什么了 好 你要管的是nor 后面 靠近动词的那个主词 I I 单数 好 那你就was 怎么可以were呢 好吧 那你们应该在等我写什么 蛤 老师 所以还有就是 要用A来当句子主词的吗 有哦 有哦 所以呢 这个我建议就是 你先把这三个记清楚啦 他们是那种所谓 你们以前学过那种 就要B比较靠近 动词 所以B来作为句子主词的那一个 但是呢 也有几个 一样我先把A跟B写好 我把它写好 好 来 是谁 是三个意思一模一样的片语 第一个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